无人能挡的冷面杀手大藤沙月 犹如猛兽出击 无解的暴力正手与极限就球 令韩国心形金虚润难以招架 2024年WTT常规挑战赛马斯卡特女单1分之1决赛 速度与力量在这一刻碰撞出极致火花 20岁日本小将大藤沙月一战成命 她的身体素质和技战术打法展现出强劲实力 她的正手稳定性极高 金虚润的进攻也毫不示弱 积极寻求得分机会 开局阶段 双方互相试探 寻找进攻突破口 随后的连续正手进攻到对方的正守卫 大藤沙月连续的两个勾手发球精准且有针对性 随后的大角度变现进攻 犀利果断 进一步扩大比分优势 大藤沙月接连得分 势头不减 对手则瞄准她的反守卫 试图限制她的上手进攻 然后大藤沙月正手中路强势进攻 直接逼迫对方失误 在相持中 她的进攻速度明显更快 占据主动 金虚润揭发失误 最终大藤沙月以11比7顺利拿下首局 最终大藤沙月以11比7顺利拿下首局 第二局 金虚润积极发起攻势 大藤沙月还是通过发球 限制了对方的进攻节奏 随后的反守变现 再次取得领先优势 金虚润也通过正反守衔接 造成对方失误 大藤沙月的发球 令对手难以应对 金虚润迅速进攻大藤沙月的反守卫 使其难以发力 双方在前三板上展开激烈争夺 随后的擦网球 大藤沙月正手长球进攻得分 金虚润毫不示弱 紧要比分 不让大藤沙月拉开差距 双方的失误 让彼此都有得分的机会 9比7 金虚润利用长球 控制大藤沙月的进攻节奏 9比8 在相知中 大藤沙月的正手被成功压制 10比9 这球金虚润的防守非常到位 11比10 最终 大藤沙月通过正手强攻 以12比10显胜 第三局开始 大藤沙月依旧凭借杀手减班的发球得分 并取得3比0的领先 迫于压力的金虚润暂停调整 暂停回来 他试图扭转局势 但依然难以应对 随着比分拉开 金虚润的心态明显受到影响 随后通过精准的落点 终于拿下本局的第一份 然而 大藤沙月连续的正手强攻 让金虚润批于防守 难以招架 突然的变直线 让大藤沙月措手不及 尽管如此 金虚润依然不放弃 积极寻找进攻机会 极限就球非常精彩 在被动情况下 大藤沙月通过快速跑动回防 成功拿到赛点 最终 大藤沙月以11比4 轻松锁定胜局 以大比分3比0横扫对手 大藤沙月的暴力正手 让金虚润毫无招架之力 他的正手技术扎实 金台抢弓 与中远台相持 均展现出极强实力 这样一匹黑马 必将成为中国队的 强有力竞争对手 对大藤沙月的崛起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